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10月3日 已經是星期四 聯合國 大家都知道 聲明越來越差 甚至乎已經可以到了聲明浪跡的境地 因為一場 中東反恐戰爭 抽出了聯合國 原來就是最大的恐怖份子溫藏 聯合國近東工程署裏面 幾乎所有職員都是恐怖份子 他們 要麼就是哈馬斯 要麼就是真主黨 所以 這個組織越來越沒有公信力 在近一年 他們譴責以色列 是被 譴責俄羅斯 也門胡塞武裝 真主黨和哈馬斯的總和加起來 更多 你可以看他的那種立場的偏頗 甚至乎 歪曲 以色列的外長 在昨天 宣布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是不受歡迎的人 指責他在伊朗針對以色列的導彈襲擊之後 沒有像其他一樣明確譴責伊朗的行動 外長卡茨在社交平台表示 古特雷斯的立場 遍向伊朗 以及恐怖組織 包括哈馬斯 真主黨 以及胡塞武裝 清既是聯合國的污點 他還表示 古特雷斯不應該踏上以色列的土地 算我說 甚至乎你應該將他等同恐怖分子 他一卸任就將他 斬首 之前 伊朗 星期二向以色列發洩了181枚導彈 報復以色列暗殺他的重要盟友和將領 那些 全部都是他勸仰的 包括 胡塞武裝的創辦人 兼現在的常委 一樣是 坐直升機去伊朗 的途中被炸 然後 哈馬斯的領袖 領導層幾乎全部都香了 真主黨也都差不多屯滅 現在只剩下一些很低級的軍官 以色列 大部分導彈都攔截好 但是由於 海灣國家一直都覺得 最大的敵人 就是 以色列 但是最近 伊朗的行動 也將所有的海灣國家幾乎 推向以色列那邊 我們可以看到 伊朗實際上 跟阿拉伯世界 是有些格格不入的 因為他們不是阿拉伯人 他們是波斯人 但是他們 現在等於想做阿拉伯世界的大佬 真正的阿拉伯人 或者是沒有那麼極端的 比較和平的那些 根本就不會塞你 你想一下 這個 也門本身有國王的 被你們 胡塞武裝騎劫了 還有亞曼 還有卡塔爾 還有阿聯酋 沙特阿拉伯 還有約旦 還有 黎巴嫩 這些國家實際上 人家也不想 和你 糾纏 也不想搞那麼多東西 黎巴嫩被你們搞到內戰 如果不是有伊朗 要搞屁股 根本就很和平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坦然對伊朗是進行報復的 他說 伊朗犯下大錯 你們要付出代價的 伊朗的指揮官警告 如果以色列展開報復 他們會擴大對以色列基礎設施的打擊 問題就是 你的能力去到哪裏呢 同一時間 以色列報告了他們在黎巴嫩對真主黨武裝的軍事行動之中 第一位 士兵陣亡的消息 這次戰鬥標誌著地區衝突進一步升級 古特雷斯敦出各方保持黑制 強調需要實現停火 然而以色列政府認為古特雷斯的立場偏頗 未能充分支持以色列的自衛權 尤其是在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大規模的恐怖襲擊之後 古特雷斯 也沒有明確譴責哈馬斯的行動 根本 哈馬斯或古特雷斯 本身就是恐怖分子 好了 聯合國也沒有把哈馬斯列為恐怖分子 當然啦 這個是十分離譜 控制加沙地帶的哈馬斯 被以色列以及很多國家認定為恐怖組織 有些就不是 中國 俄羅斯 土耳其 因為土耳其也是 哈馬斯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地之一 不過呢 他 就是 做一個查巴 你們這些恐怖分子的錢放在我們那裏 現在沒有了 被這個 土耳其 奧爾當安吞了 哈利亞有30億美金 他被人炸死了之後 他的兒子問奧爾當安拿錢 奧爾當安採你傻 這些錢 不是你的 你有甚麼證據呀 沒有 拿不到證據出來 好了 剛剛的納斯魯拉 納斯魯拉還好笑 納斯魯拉被人炸死了之後 今天有一條影片 我也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就是他在 炸毀現場大聲哭 老爺啊老爺啊 你的黃金收買在哪裏 你的 美金收買在哪裏 你為甚麼一顆聲音都不出去了 拍攝的人一邊笑 偷拍很好笑 這條影片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大家也知道 這些恐怖分子實際上都是 腐敗分子 連貪污 是很嚴重的 他們的真正目的就是為了自己自肥 透過仇恨以色列 去爭取這些資金 伊朗也專門養這些垃圾 他們自己也過著極為腐敗的生活 把人民的死活放在一邊 以色列的局勢當然 大家都覺得好像很惡化 實際上伊朗是沒有了道的 大家也知道 胡塞武裝說得很厲害 被人炸得 瘋狂 哈馬斯說得很厲害 現在幾乎絕跡 哈馬斯還有沒有發言人出來說話呢 不知道 好像很久都沒聽過 他有發言人出來說話 然後 真主黨也是 真主黨之前 很厲害 實力最強 有10萬大軍 有自己的部隊 現在去哪裏 在黎巴嫩 以軍已經入了南泥 那裏主要是跟真主黨 現在的殘餘部隊直接擊戰 我們看到黎巴嫩 實際上 他們也是被這班人綁架的 你就在民居躲起來 跟哈馬斯一樣 然後就在民居發射導彈 已經知道了之後 也不可以射回頭 因為全部都是民居 每一次他就是躲在人民 還要躲在不同民族的人民 因為 真主黨就是親這個10月派的武裝民兵 武裝的部隊 而敘利亞 很多也不是 10月派 甚至乎有些是基督徒 敘利亞是黎巴嫩 黎巴嫩本身 是有這個 本身穆斯林的順利派 也是相對溫和 還有 他也有很多 基督徒 根本就跟你們不同 被你們硬硬騎劫 整個國家讓你們弄到 生靈塗炭 以前 貝魯特 是整個中東的 金融中心來的 自從黎巴嫩內戰爆發之後 錢就走了 所以造就了另一個金融中心 叫做杜拜 所以很慘的 黎巴嫩 本身是很好的地方 以前也很漂亮 跟西方差不多 是中東的巴黎 人稱是近東的巴黎 不是遠東 遠東就是亞洲 近東就是黎巴嫩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 對於美國和歐洲在中東立場 很不滿 他們呼籲外國撤離 表示 中東國家可以自行管理局勢 外來勢力只會引發衝突和戰爭 你們走啦 你們走啦 法國總統馬克龍 以及德國總理蕭爾茨 也譴責了伊朗的導彈襲擊 呼籲雙方保持克制 其實現在以色列都豁出去了 我們有消息看到 他 批評 古特雷斯之餘 甚至乎已經針對了哈梅內伊的定點清除計劃 一旦他將這個神權國家消滅 其實我覺得 真的會解放中東 大家也知道 最近 伊朗有一個新總統 這個新總統似乎 都是一個改革派 他很多言論 跟哈梅內伊是完全相反的 而這次 這次襲擊以色列的行動 這個總統好像是完全不知情 甚至乎 是蒙在鼓慮 我們可以看到 民選總統又或者 他那種 改革或者想開明派 以及現在的神權政治 越走越遠 如果 以色列可以定點清除到 這個神權政治 將這個 革命衛隊 最重要是將武裝解除了之後 伊朗 回到一個民選政府 有機會變成一個正常國家 最重要是你沒有了革命衛隊 沒有了那些恐怖分子的背後的勢力 其實他們真的是養不大 你不是靠伊朗源源不絕 把武器 把資金運給他們 哪會搞得定 所以 在伊朗 現在徹底消滅這個神權 政權之後 才可以跟他 有得發展 你看到伊拉克 沒有了侯翠欣 現在 伊拉克的經濟在整個中東也不太好 又有石油 又有 發展 現在周圍 是很漂亮的 有些 內地的朋友 拍完伊拉克之後 當然在大陸被封殺了 因為 大陸宣傳到伊拉克很慘的嘛 一說起 你想不想變成伊拉克呢 現在很多人都上了 伊拉克也挺漂亮的 經濟也好 經濟增長 幾乎每年都 雙位數字 所以 中共很多的說話都是騙不到人的 你一到現場就知道是假的 這次 我們希望 以色列盡快清除哈梅內伊 真的是真真正定 解放中東 這次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6個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去開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由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運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啦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盜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閒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兩人 廣告 綜藏